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时宜 玉米粒中打入四个鸡蛋 出锅就是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味早餐 几分钟就可以出锅 自从学会这个做法,我家早餐就没有买过 做法很是简单,吃起来营养又美味 就连挑食的孩子也爱吃 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新鲜的水果玉米,给它掰成两段 这样更好剥玉米粒 把玉米粒给它剥下来 这种黄色玉米,又叫水果玉米 是玉米里面的一种品种 不但有丰富的营养 还有甜、嫩、鲜、脆的特色 平时呢,建议女孩子可以多吃一些 经常吃,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全部剥下来之后,加入清水 给它淘洗一下 捞出来,放入碗中 打入五个鸡蛋 加一勺白醋 再给它倒入绞肉机里面 把它打成玉米鸡蛋汁 不用打得太细腻 我个人觉得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做就行 打好倒入碗中 加三克酵母 少许的白糖促进酵母的发酵 搅拌均匀 使白糖酵母融减开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150克面粉 边加边搅拌 把它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差不多了 盖上保鲜膜 放在一边 洗面15分钟 今天的气温比较高 15分钟足够了 趁这个时间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 给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个洗干净的黄瓜 去掉头盒尾 同样的 给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丁 装入盘中 一个火腿肠 给它切成片 再像视频中这样 给它切碎 这里面的配菜 就根据自己的喜欢 来随意搭配就可以 切好 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小葱 给它切成葱花 装入盘中 看看不疑惑的时间 玉米鸡蛋面糊就发酵好了 体积明显增多 搅拌一下排排气 再把切好的配菜 倒进去 加一勺胡椒粉 一勺五香粉 一勺盐 一勺香油 搅拌均匀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接下来 电饼趁预热 在每个小孔里面 倒入少许的油 用刷子均匀地刷开 再打入半勺面糊放进去 整理整理 盖上盖子 烙三分钟 把饼烙至底部金黄 然后给它翻一个面 继续烙三分钟 全程大约五六分钟左右的时间 整个饼就已经完全成金黄色 这个时候的饼已经全部熟透了 给它盛出来 摆入盘中 美味继承 简单又好吃的玉米鸡蛋早餐饼 就做好了 色泽金黄诱人 经过用酵母粉发酵的 好吃又容易消化 看看特别的松软 按压下去 就能够立即回弹 玉米的清香味十足 吃起来 营养又健康 搭配上粥 牛奶 豆浆 等等 都非常的好吃 松软咸香的 天天吃都不会觉得腻 学会了 就赶紧做个家人吃吧 保证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了 今天的美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早餐饼对您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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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